突然公告演出取消的消息 让不少剧迷感到傻眼 动箭体剧团的蘑菇 原定11月于北义中心演出 作为剧中核心演员的赖佩霞 却因个人因素辞演 使该党舞台剧早到取消 才刚宣布担任郭台铭总统大选副手 却马上辞演舞台剧 使该剧才开卖7小时就早到取消 让不少网友为剧团 与其他演员的心血抱不平 蘑菇的编剧冯博帝发文写下 赖佩霞女士向来提倡非暴力沟通 如今确实也非暴力词演了 还直接指称 毕竟北义球剧场的一字这么烂 总统府的肯定好做得多 不难看出编剧对此事失望的心情 在词演蘑菇后 不少剧迷关心赖佩霞演出的 另一部剧《倒垃圾》 全民大剧团也发文表示 演出将正常进行 却迎来网友怀疑 是否因全民大剧团的背景 才没有遭到波及 直言柿子挑软的吃 剧团则回应 剧场的大家都很辛苦 希望社会大众多多买票进场观赏 也特别强调不一定要买我们家的 完全乐总和报道